来看学生的好表现 罗东高中的学生曾云浩、陈兴和 李嘉瑜参加113学年度的大学数科考试 三人分别在体育、音乐大提琴 以及二胡的数科考试中获得了全国第一 展现卓越的才华 为罗高夺下异才双冠是非常厉害 罗高音乐班三年级学生陈兴和学习二胡 已经有十年时间 凭着精湛的演奏技巧 在今年的音乐数科考试中 以王健民二胡第四狂想曲自选曲 获得二胡主修第一 陈兴和起步晚 国中时都还是就读普通班 到高中才加入音乐自由班 因此比同学们投入了更多时间练习 后来怎么会坚持学那么久 就是越来越有兴趣这样 然后就是感觉可以走这条路 你喜欢二胡的什么感觉 所以你才一直坚持 他的声音很特别 就是让我很喜欢 因为对大学生取了帮助 然后有上台的经验 那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呢 就是想要从事音乐行业的工作 对我想要去考乐团 国家的乐团 还有一位一样在音乐数科考试中 获得第一的李嘉瑜 目前就读罗高音乐班 自幼热爱音乐的他主修大提琴 习琴已有十年时间 并积极参与各种演出 展现了卓越的音乐天赋 就是我要特别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在我学音乐上面付出了很多 然后无忍无悔的付出 然后在我到很多外县市去 上课表演跟比赛 你有想要一个 目前设定的一个目标和梦想 可能就是音乐老师 然后在乐团上面 你可以就是有一个职业乐团 不仅是音乐方面的表现 体育数科也大放异彩 曾云浩同学在全国体育数科考试中 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 曾云浩是扁平族 在体育发展上受到限制 但他不放弃 坚持认真训练 未来想朝体育发展 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这个扁平族是走路比较不方便 还是什么 是没有办法久站 然后还有我跑步 我跑比较长距离的话 我脚就会脚底板会痛 可不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意念 可以让你可以坚持到现在 意念 从事 就是当初想说就是 好几次都想放弃啊 因为刚开始直到国中嘛 就是不适应那边的环境 就是早上一大早就要爬起床 就是都爬不起来 常常迟到 然后压力很大 然后好几次都想要放弃 后来都是 早上起床的时候 妈妈就是 把我叫起床 然后叫我赶快擦肝眼泪 赶快去训练这样子 不要再拖了 那这个宿科是考什么 这个宿科是考 1600公尺 60公尺 一分钟仰卧起座 连续三步跳 还有左右侧兵步 为了这样训练多久 我 我自然 两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然后 因为我平常要 还有蜻蜓有训练嘛 我就没有时间 就是再额外增加其他的训练 又很疲劳了 是 不过我还是在下课 体育课的时候 就是抓紧时间 赶快训练这样子 我们这一次 体育班的同学 跟音乐班的同学 在全国的数科比赛 都得到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那我想这个要特别感谢 我们所有体育教师团队 还有音乐班的教师团队 在同学们的学习上面 非常用心的指导 那当然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罗高的孩子 在学习上非常的用心跟努力 所以才能够有这么优异的成绩 那我们也期许 这几位同学 在未来的升学路上 将来甚至于进了大学之后 能够持续的在专业领域 继续的努力 能够发光发热 不管是体育或音乐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展现了坚持与毅力 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财榜报道